解放战争时期 林彪是第三元帅,二业司令员刘伯成是第四元帅,可是,三业司令员陈毅,却是第六元帅,没有统帅主力业战军的贺龙,成为开国第五元帅,有人可能要说了,这个元帅的排名,是和八路军的编制吻合的,你看,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排第一,副总指挥彭德怀排第二,接下来三位元帅,分别是八路军的三个师长, 可你要知道,在抗日战争时期,陈毅可是新四军的军长啊,军长当然比师长要大了,贺龙怎么会排到陈毅前面呢?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,很多人对贺龙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不太了解,贺龙本来是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,120师的师长,解放战争时期,他到哪里去了呢? 贺龙在禁隋,领导禁隋军区和禁隋野战军,1947年,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,延安告急,彭德怀主动向毛主席请英,在贺龙同志没有回延安之前,陕北几个旅两万来人,是否暂时有我指挥? 毛主席说很好,贺贺有名的西北野战军成立了,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,但是,胡宗南有几十万大军,彭德怀这点兵力显然不够,从全局出发,贺龙进隋野战军的三个纵队,先后化归彭德怀指挥,加入了西北野战军阵营,而贺龙,呢? 贺龙元帅高峰亮节,他说,军队是党的军队,不是个人的,我带的军队,别人也能带,军队要听党指挥吗?我带的部队,如果别人不能指挥,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,所以,打了一辈子仗的贺龙权力从财力、物力、人力上给彭德怀当后勤大总管,他是西北野战军和党中央的萧和,彭德怀的功劳里面,至少有一半是贺龙的, 1954年,彭德怀在接近沙迦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,光在粮食问题上,表现贺龙是不够的,他不顾一起的支援西北战争,非常热情的动员新兵,搞医院,搞粮食,还亲自到部队中进行鼓动,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统,